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学到底有什么用 甚至于这样一个问题 有点困惑同学们让大家失去学数学的兴趣 影响了大家学数学 我想是这样的 一方面我们要告诉大家 学数学不要太公立 不要学个什么东西 马上就想问它有什么用 这样很不好 实际上数学有一东西 它发生重要作用是在后面 但是我们老师的确又有这样的责任 告诉大家 数学的确非常之有用 在现代科学技术 很多很多领域 数学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甚至是关键的作用 那么我们今天 主要是给大家聊一聊 现行代数 在信息科学 信息科学技术 这一方面的一些应用 当然不全面 它是应用非常之多了 我们选了几个内容 来给大家讲 总共分为五讲 比如说今天等会讲的是第一讲 我们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从初中开始 就在学现行方程主 大学现行代数 或者高中代数又在学 很多篇幅都在学 你可能问过这样的问题 怎么这么重要 怎么现行方程主 我们初中就会了 怎么还这么重要 好 我们等会看看 隐身飞机设计 等等电视计算 电视上很多领域的问题 算都是它 算不仅仅如此了 好 等会来看 那么还有 比我们人脸识别的问题 还有比如说 我们每天都要用的 著名的 搜索引颈 Google 那里边的 关键的科学问题 实际上就是我们 现行代数的问题 也是现行代数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好 还有数字图像处理 等等 机器人 好 这是我们后面讲的一种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 第一讲 现行代数方程主 与隐身飞机设计 和手机电磁辐射 对我们人脑 或者是胎儿的 电磁辐射的影响的 评估的问题 这个怎么跟我们 现行代数方程主 还有关系 或者说我们更想解约的是 现行代数方程主 为什么如此重要 好 好了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问题 你看我们在初中数学 的确就学了 怎么解 二元一次代数方程主 三元一次方程主 等等 在大学一年级 不管是我们现行代数 还是我们高等代数 你看 花了很多篇幅 很多精力来学 现行代数方程主 是不是我们早就会了 就算初中没会 现在大一 我们第一学期早就会了 是不是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好 我们来看看 我们初中来做 比如说解决问题 那就是色位之数 色位之数 这个时候就叫做列方程 列方程列出来就是一个 比如这是二元一次 但是方程主 好 然后怎么解它 大家很熟了 小圆 幻圆 等等 然后把它解出来 解出来 那么这个应用题 好 你解决了 那么到了我们大学 这一大堆式子 我们提出了矩阵的概念 把左边这一大堆 觉得处理起来很麻烦的 简化为AX等于B 就是一个现行代方程主 那么我们是不是早就会它 会算了 好了 你说我们想一想 平时我们不是整天在做题吗 那我给你一个 三十个方程 三十个位之数的方程主 这样你做 我你开玩笑 你说我的本子都写下了 对吧 三十 三十个方程 三十个位之数的 而且算很久 大家可能会说 你不是难为我吗 三十个太大了吗 这叫做方程主的规模 或者说这个矩阵规模 太大了吗 会不会有那么大 好 那么 我给你三百个方程 三百个位之数的方程主 教你做 那就说 人没法做了 计算机就做吧 是不是计算机做 就可以解决 我们等会看看 实际上 不是难为大家 几百阶的方程主 什么叫几百阶呢 就是矩阵的阶数几百阶 换句话说 就是方程个数 位置数个数几百个 好 这些都属于 在我们科学计算里面 叫做第一阶方程主 第一阶了 大家觉得太高了 实际上是第一阶了 你看 上万阶的 都谈不上是大规模的 只能说是比较大的 当然这个是一个定性 定性的说法 谁也没规定 多少阶大就是什么了 就是定性的 通常的说法 那也就是说 我们真正要用的 大规模的方程主 是什么 百万阶 甚至上亿阶 上亿个方程 上亿个位置数的 或者说上亿阶的 大矩阵 大规模矩阵的 整个方程主的 计算的问题 这才是我们科学计算 最后实实在在遇到的 不是人为来 刁难你一下 来一个大矩阵 大方程主 那有什么意思 实际科学工程计算 就是要用它 这个问题 我们等会儿来看 怎么要用这个东西 好了 你可能说 那好 计算机来做 人没法做 计算机来做 你说那我们也学过了 我们不是学了 凯特门法则 不是学了 初等航边换 划成航迹类型 就是什么 高式校远法 对不对 学了 那我们来看看 计算量的底角 当然再可以 一直列下去 我这仅仅列到 n等于100 n就是方程过 是维俗过 数 才100 实际上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那上万加 甚至上亿加了吗 我没有列下去 我仅仅列了 前面几项 你再看 它的计算量 什么叫计算量 就是加减乘出 计算机做不就是 加减乘出 加减乘出的次数 凯特门法则 运算量是n的阶层 这是n的三次方 的量机 计算量 好了 比如说 n等于100 这个已经打了问号了 太大了 你看 10的32次方 后来都不想写了 那么这儿呢 高次计算法 那么显然那个算法 我们可以计算机 编程计算机来做 那么 这才n才是什么 10的平方 这已经是10的6次方 好了 我们这儿有一个图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矩阵的接触 这是计算量 你看 这是凯特门法则的 计算量 你看 n才多少 这个10 10个方程 这才100个方程 100个位置数 那个在实际中 没有用的 你看这个计算量 直线上上 根本 对我们实际计算 是毫无用处 那么这个好一点 这个好一点 那也挣扎得很快 好了 那么是怎么呢 那可能说 计算机不怕 对吧 你再多次数 再多少运算次数 我们计算机 现在不是很快吗 好了 你看 n30 那不是已经低得不得了 的东西吗 用现在最快的 超级计算机 没法做的 计算机 这个 要我们人 数学家 想出高效的算法 让计算机 来做 高效的来做 并不是放在那儿 什么都能做 放在那儿 实际上 啥都不会做 好了 那么高次效应法 举个例子 n1万 1万件 1万件 实际上只能说 比较大一点 那么 1万亿次的运算 不仅仅如此 关键是要 后内层 存储一个 1万件的矩阵 要400兆以上的内层 那400兆 可能说 计算机好一点 那没问题 但是我们说 这才1万件的矩阵 我们大规模的 核子1万件 百万件 那 消耗的内层是 1000多计 或者说 有时候存不下来 那你还要做 很多事情 怎么做 所以这里边 就有两个问题 要么计算量太大 要么内层 消耗太多 如果 现一代的方主 的确有这么重要的话 那这就是 现实的 我们数学 或者科学技术问题的 一个很重要的 基础研究问题 那么 第二个问题 你肯定就要问 是不是方主 这么有用啊 用中学的说法 就是列方程 用大学说法 就是建数学模型 好像我们没有遇到 这样实际问题 或者说 应用问题 列出来 就刚好是 现一代的方主 对不对 你可能这样问 好像又怎么碰到 而有一些直接的 比如我们经济里边的 投入产出分析啊 等等 它列出来 的确就是现一方主 好了 大量的问题 的确不是列出来 数学模型 建立了数学模型 就是刚好 现一代方主 一般不是 一般不是 为什么又这么有用呢 在我们科学工程啊 还有最优化 金融经济 等等很多很多 是不可避免的 要建现一代方主 而且是大规模 那怎么回事啊 你说列出来的 数学问题 或者叫数学模型 一般出来 不是现成的代数方主 怎么会 它又必须要做它呢 而且如此重要呢 好 那就这样一个问题了 那也就是说 我们大规模的 现一代方主 是怎么产生的嘛 为什么我们科学工程 问题往往不可避免的 就是要求你 必须要解答 你不解答 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 这怎么回事 等会儿把这个问题 再解决了 然后再回过头来看 刚才计算量分析 这两个问题 你看就搞清楚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 为什么如此重视 为什么如此重要 你刚才说的计算量 那我们可能根本 也预不到代数方主 根本很少用 几乎不用 然后你再难算 没关系嘛 影响不大 那么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说 我们避免不了 就是代数方主 是怎么产生的 何止电磁上计算 等会儿我们说 实际上 我们大量的 科学工程问题 都是类似的道理 我们是仅仅 以电磁计算里面的 隐身飞机的设计 手机辐射 对人体影响的评估 我们这个 来看看这样的例子 大家永远觉得 这个比较生动一点 实际上其他方面 道理给它 很多是 很多 不是说 都是这样 很多是 道理有点相通的 是差不多的 好 我们来看看 我们说 一半以上的 科学工程计算问题 最后 都可以归结为 代数方程组问题 它可能本身 表现出来 不是代数方程组问题 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复杂电磁计算 它可能数学模型 是这样一个方程组 平原方程组 大家不需要看懂 我们听一下意思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不是在讲 电磁上 这个物理学的问题 那需要 更高尚的数学 更高尚的物理电磁 等等 我们来听这个意思 是怎么回事 可能它数学模型 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 maxV方程组 好了 实际上不光是我 这列出来的 三个例子 电磁计算 它里面 核心对容 就是这个 maxV方程 也就是它的 数学模型 就这个 就要解它 一个偏文方程 我们后面要学 偏文方程 好了 你看 应该是这个 不是代数方程组 你怎么是代数方程 好 你看 我说 手机对人体的辐射 影响评估 这样的问题 要比较精确的 来计算 来分析的话 将会遇到 上亿个方程 或者是 位置数过数 或者说 上亿间 飞机 隐身性能的分析 将会遇到 五千万个 比如说 导弹追踪 与隐身设计的 也是 千万个 千万个 超大规模的 而且 平台领 你不要管它了 好了 你看 实际上 最后要真正 要解决它 要算它 就是要转化成 现在先一代的方程了 这个实验室被认为 至今都是 核学工程计算里面 最难计算的问题之一 好 那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 就是这样呢 我们来看看 隐身飞机设计的 过程 大体的意思是什么呢 一个飞机原型 那就是 轮达 要探测它 电磁波 照在这个飞机上 飞机对 电磁波 在各个方向 进行散射 散射 回来 哪个轮达 发现 那你就 没有隐身 那就是说 要设计得来 就散射的 电磁波很少 那个轮达 发现不了 这就是隐身 所谓的隐身飞机 它不是我们 肉眼看不见 就是隐大看不见的 隐大看不见 就接受不到 它回来的电磁波 那么 它就要计算 计算的隐身性能 好不好 回来的 接受的电磁波 多少 怎么样 那么就反复地 来修正 模型 数学方法 算的结果 等等 你就不可能定性地 来分析 这个地方怎么样 因为飞机的 结构 材料 稍许变化 都会影响 那必须要 建立数学模型来 精确地计算 手机对我们 人脑的电磁 辐射的影响 怎么样 它到底也是相同的 这个电磁 辐射了我们大脑 我们大脑 各种组织 对电磁波 进行散射 一定要 进行这个分析 它的分析 实际上归根结底 它的数学问题 就是 梅克斯威方程 这是英国物理学家 他做的历史上 这样一个伟大的贡献 你看 我们这儿 有一些介绍 梅克斯威尔 他把电厂 磁场 所有规律 综合起来 建立了这样 完整的电厂理论体系 梅克斯威方程组 表现形式 可能是 我们这儿写的是 一种微分的形式 有个人积分形式 可能表现形式 不一样 不同的问题 不同的地方 不一样 但是归根结底 就是这样的 梅克斯威方程组 好了 你看 这一评价 电视上理论体系的 核心 就是梅克斯威方程组 英国的物理世界 曾经评选了 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司 评了十个 梅克斯威方程组 在里面 那对人类科学历史 太大的作用了 整个电视上的新鲜 包括刚才说的问题 就是它 行了 就解它 这里边有电厂 有磁场 它是一个什么呢 大家有一个符号 看不懂 没关系 因为不是我们这个事要解决的 我们今天要解决 要讲刚才这个意思 那个偏分分方程组 那么本身它就很难解 而且不光是 梅克斯威方程 也许我们水坝设计 或者机械里边的什么东西 可能另外一种 偏分方程 或者是积分方程 往往这些复杂的 片分方程 我们写不出解析解的 学数学 大家可能有时候觉得 是不是 一定可以写出一个 解决表的事 不是那么回事 你看你们学积分 你们不是现在学积分吗 那个积分整天积 好像觉得自己本领很强大 好像随便拿一个积分 我都可以看积出来一样 你不信你试 你把那个背景函数 稍稍变一点点 你可能就积不出来了 什么叫积不出来了 积不出来就是不能用 初段函数表示了 什么意思 我们这些复杂的数学问题 那个解析解 就解的公式写不出来的 往往是 不要以为是 数学家太笨了 怎么研究不出来 这个解的公式表达式 大部分没有解析解 就算是写出来了解析解 就是解的公式 可能这个公式也是很难算 也可能是没有多少用的 我没有说都没有用 我说也可能是这样的 好了 最后都要通过计算机来求解它 另外一个方面是 研究对象复杂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飞机引申设计 飞机的结构太复杂了 结构稍微变一下 可能引申性能就不一样了 还有材料 你看有金属符合材料 引申材料很多 稍微材料改进一下 怎么呢 它都不一样 效果都不一样 但这个不是我们做的 那就是搞工程人做的 我们当然关心 等会怎么解这个分数 好 那么手机一样 有表皮 骨头 血液等等 对电视辐射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复杂 这一生不是我们最关心的 我们做数学的人 是不是关心 要解这个数学模型 怎么解 怎么出来的方程组 我们来用 其中最简单的一种情况 比如说 无限长的金属圆柱 对我们电磁波的散射 假设是这种情况 而是它的求解的过程 方法 数学思想是怎么了 因为它这个是对称的 那么我们认为 它从计算上是二维的情况 物理学上呢 它可以把这个 每个人认为方程组 转化成一个 Hammer's方程组 Hammer's方程 里面就只设计 电长E 就这样 那么我们的思想是怎么的 你来看 我们关心的是 这个阴影部分 那个圆环 圆环过处的 任意点的电长值 什么意思 这个圆环任意点的电长值 你看它电长是 比如假设这叫X坐标 这叫Y坐标的话 那是我们XY的函数 应该是一个函数关系 好多我们工程生的问题 都是这个思想 好了 但是呢 这个函数又不知道 不知道又要让你 求出来 这个圆环任意点 那一点的电长值 函数又不知道 又要让你算出来 我们的实际问题 往往是这样 那咋办呢 我们想 干脆我们 假设一个函数 假设函数 计算机减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写出减一减 未必计算机好算 计算机最好算的是 什么函数呢 多像是 A1X加A2X平方 多像是 多像是对计算机 边算法 最好算的 我们就想 这个最简单 任意点的电长值 是XY的函数呢 该假设成 多像是 就有点像我们的 代定系数吧 然后就代入 那个黑门之方程 代入之后 得出来 关于这个 多像是的 系数的一个方程了 就把这个 多像是的系数 给它抽出来 好了 假设多像是 系数抽出来 那么任意点的 这个电长值 就等于这个了 那你不是要叫我算 任意点的 它这个电长值吗 行了 把XY一带进去 算出来 这就是事情 虽然这个方法很粗糙 反正好像我该算了 算了好不好 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我们分析一下 显然这样 肯定算得不好 对不对 念那个区域 那么大 函数是未知的 你随便设了一个多像式 就假设一个多像式 就把整个区域 它这个函数关系都表示了 这样那肯定很粗糙嘛 太粗糙了嘛 好了 下面有一个数学试验 这就是我们有限元方法 处理 MAXV方程 有很多很多方法了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 就是有限元方法 实际上不光是 处理MAXV方程 以后你们遇到 解偏方程的问题 查分法 有限元法 主要就是这些东西 它这个试验 有一点像我们 学定计分 有一个数学试验 有一点 差不多 或者相通的 好 你看我们 这玩意儿 是不是我们 区别提醒的面积嘛 对不对 区别提醒的面积嘛 你看当时 是想怎么 跟刚才 有点类似的就是 是这样 这个矩形 用矩形的面积 来代表这个区别提醒的面积 是吧 那当然太粗了嘛 怎么办呢 把这个区间AB拿来 怎么 对 细分 细分 分得很细 然后你看 这样做了很多 小的矩形 对不对 小的矩形 小的矩形 小的矩形的面积 加起来 作为这个 区别提醒的面积 如果 我们把这个分得很细 然后求极限 你看这个定计分 是不是就是 那个合适的极限 对不对 就是小区域的面积 这样就可以了 就很精确了 当然我们实际在算的时候 不可能求极限 算到某一步就不做了嘛 就是误差很小了 就不做了 好 你看这个 和我们现在的视线 来 你不是在圆环区域吗 行 你刚才太 那么大个区域 你假设有多项形 那太粗了 细分 比我们分成 很多很多很多 小的三角形 然后用刚才的视线 每一个小三角形 小区域里边 我假设 这个电长是 XY的一个多项式 每一个小区域 很多很多小区域的嘛 那就有很多很多多项式 那每个多项式里边 位置数 带出平衡的方程 然后这样一来 就得到了 很多很多多项式 很多很多的方程 最后就得到了 现代的方程 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们 现代科学 现代数学方法 然后当然分量要很细了 你就知道 要精确的话 这个要飞得非常细 这里边数学理论 你看 可以证明它的极限 就等于它 这个数学 肯定也有它很多的 相应的数学理论 那么里边的数学理论 是怎么回事 我们抛开这一步 不管它 我们看看它的 基本数学思想 就是这样的 最后就得到了 大规模的现代分数 为什么大规模 因为区域分得很细 那么大的区域 要算 浓一点呢 电厂值算出来 还要精确 这个关系 是我们XY的函数 我们又不知道 又不知道 你还要叫我们算出来 你还要算得精确 你看分得很细 分得很细 那么分数的规模 就非常之大 原来是这么回事 所以你看起来 是有玫瑰水方程 要求解它 原来最后算 是算什么 线性代数方程主 是这个原因 好了 这人仅仅讲了什么呢 我们以复杂 电池计算为例 实际上可能是 其他的工程 不是电池问题 可能是机械里面的 可能是我们水坝设计 据了很多人的例子 可能是另外一个 平原方程 最后总结出来是什么 一半以上的 科学工程问题 它的计算 最后都归结为 转化成 大规模现行代数 方程主的求解的问题了 正因为这个原因 怎么方程主的接数 怎么那么大 刚才说的要细分 有限差分法 也是差不多的 那么这样一来 再回到刚才讲的 这个东西 就清楚了 第一你看 一半以上 科学工程问题 都是这样 然后计算量的分析 上就看了 那我们 现在也知道 看来我们离 真正求解 大规模现行代方程主 还差得远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讲座 一方面 它不像我们 平时课程的学习 我们平时的课程的学习 那是数学的每一步 每一道题都能清楚 我们这个主要是 让大家开眼界 长点知识 开阔眼界 同时实际上 还了解了 现代科技 有些前缘的问题 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 就开始做研究 科研做这些 但是我知道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对我们人的成长 是非常有好处的 开阔眼界 人的眼界来看 对一个人的发展 非常有问题 有一东西知道 我不知道 那是两回事 值得去的 同时大家也有兴趣 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求 高阶算法 很清楚了 而且算得快 那当然算得快 一个分身组 跟您说了 没有太大的 你那个计算机来做的 算半天算不出来 可能大规模的问题 做一天算不出来 看没有 跟你们平时想象的不一样 平时想象的 我计算机非常好 一下子算得快 不是那么回事 好 那么必须 还要精度还要高 还要算法稳定啊等等 好了 最后我们就回到 第三个问题 现代科技分组 必须要研究 高效算法的 那么我们现在 就学了一些了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呢 我们稍稍了解一下 一个是 所谓的直截法 就是我们学过的 高次向远法 高次向远法呢 大家很熟 正观矩正 处等航边换 划成航接地形 对不对 最上我们再给它 数学化一点 实际上是 换这个样子 换这个以下就做出来了 这个XN就得于 UN分子DN 对不对 以此倒退 这叫做回弹 但是呢 对我们稍稍再想 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 右端向 X点B的一个B啊 右端变了 右端变了 糟糕 我们每次都要去 做这个存款变换 那太浪费时间了 好 所以我们就 稍稍再整理一下 我们看看 实际上我们做了一个过程 做了一个 A的LU分解 L呢就是 单位下三角矩 U是上三角矩 就是LU分解 A点LU带进去 哪里这样 这儿稍微做了变化 这个UX 叫做Y 这叫LY 等于B 稍稍 做一点 说明 那就成了这个样子 LY等于B 然后UX等于Y 好了 这样一来就好了 你看这个B 不是要变吗 LU只要做出来的 矩正A的LU分解 在这儿 每次都很方便 你看 你不是B变吗 随便怎么变吗 它这个单位 下三角矩正 这个Y下的算出来了 Y出来了 Y出来了 好了 这是一个上三角矩正 这个X一下也出来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呢 刚才计算量分析的时候 这个表哥说了 我们矩正一万间 那个高斯校院法 那个内层很大 看到 400兆的内层 就是如果再大 我内层站得太大了 所以内层消耗太大 这是影响高斯校院法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高斯校院法 也只能实合做低阶的 什么叫低阶 就是几百阶的 这高它也不行了 原因就是 在内层再大 怎么回事呢 我们遇到了大规模方圣主 那那个形式啊 各种各样 并不是直接列出来 就是方圣主 是因为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 数学问题转化成方圣主 因为那个转化的方法 产生的矩阵啊 就怎么怪 往往是大规模稀疏矩阵 什么叫稀疏矩阵 就是不等于零的是极少数 大部分是零 这是我们离散方法决定的 比如说这个例子 大部分都是零 如果你当成不是零 那种存起来 进存 然后进入热尔分解 很浪费 磁板的内层空间的 做了很多无用功 所以高四效应法 不适合做大规模 稀疏矩阵的问题 就这个原因 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个稀疏的 因为大部分的是零 都不要管它了 这个就可以把我们 层出问题解决 所以专门有稀疏矩阵 技术呢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矩阵太大了 内层这个问题不解决 这个计算机没法做 所以后来人们 研究出迭代法 一系列的迭代法 我们听听迭代的思想 大概什么一生 很有创意了 很有创新 你看 它怎么呢 随便给一个初始向量 X X1到X3 对不对 X0 就是随便给一个 我们故意一个记号 就是最初的 随便给一个 好 这样一来 这是一个向量序列 这是一个向量序列 这个XK 那么向量序列 实际上就是这个 数列 数列 对吧 我们假设 构造出一系列的 X1到XK 这不是一个数列吗 数列吗 数列 收敛 收敛 对吧 比收敛到X1星 XN星 来就这样 那么收敛到X星 来 假设收敛 因为不收敛 大家许只能收敛 不收敛了就不行 可能收敛 不仅收敛 而且你收敛 要希望这个X星 就刚好就是减 还要刚好是减 对不对 刚好满足这个式子 或者说越等于这个式子 因为算出来都是有误差的 如果你收敛到另外一个 不是他的减 那就白做 那就不对 对吧 当然最早的 最基本的迭代法 就是所谓的雅阔壁方法 雅阔壁方法 当然效果很不好了 但是 最早的最初的方法 就是雅阔壁方法 他就这样来做的 我们 不详细讲他 没有时间来详细讲他 我们只会听听他的 大概的意思 思想就行了 他实际上就是做了 矩阵这样一个分列 这个D呢 是它的对角部分 对角矩阵 对角圆就是A的 对角圆 对角部分 剩下来呢 就是A8 叫做A8 那么一个像 带进去 那就变成这个样子 本身就是这样的 本身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就 你看那个迭代法呢 这样的 本身是这样的 那就把它叫做 X0 X1 X1算出来了 算X2 算X3 算X1 X1 这就是迭代法 你看 这个 很大胆的 创新来这样做了 做当然就有一个问题 你这样算出来 对不对 算对不对 当然就是 还有收敛 收不收敛 收敛 是不是收敛 就满足这个方程组 如果我们想出来 这样一个迭代 你看 这就叫迭代 你大胆的这样来 你这样想到迭代格式 算出来 就刚好就是 这个方程组组 这就是一个迭代法 当然 后来有改进 叫做 搞设的方法 而真的方法呢 它就是 充分利用了 前面的 你看 X1已经算出来了吗 所以就把 刚算出来的 用进来 X1 X2不算出来了吗 算Xn的时候 前面这些都算出来了 所以就把新的 这些利用起来 就做了这一点 改进 仅仅这一点改进 效果有所改进 好了 我们的迭代法的思想 两个是这样 我们人 构造 这样迭代 那么问题呢 你这样构造出来 对不对 就收不收敛吗 首先要收敛 第二 那收敛到这个方处的解 好 然后要收敛速度 就是计算速度 算得要快 算半年算不出来 那也不行 算太慢了不行 好了 当然还有稳定性 等等 当然不同的方程组 没有一个朴实的方法 可以把所有方程组 求解好 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难就难在这 并不是 我研究出一个方法 对你们所有的 什么方程组解决 不是这么回事 方程组变了 或者说的矩阵变了 矩阵的特性变了 照着你这个算法 有可能不适用 所以针对特殊的 英文问题 还要研究特殊的算法 都可能是这样的 好了 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现在科学研究 我们 基上数学研究 最后发展到 有这个 科伊洛夫子空间方法 它是一类方法 很多很多 这个被称之为是 二十世纪 十大 科学工程算法 科伊洛夫子空间方法 就是先一代是方主 很多很多算法 比如说 CG方法 就是公二梯度方法 好了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 很形象的展示一下 就行了 比如对一个特殊的 一个问题 我们来算了一下 它什么意思呢 比如这个是 雅科比方法的 这个是 高斯塞的方法的 这个是我们 后面比较新的算法的 CG方法 好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误差 误差 这个是迭代次数 好了 你来看看 我们算一算一算 算到最后 希望收敛到它的解 就是要和真解 这个误差 越小越好 因为误差 如果已经达到 我们的要求了 已经很小了 我们认为 可以不算了 因为本身是求极限的 数学理论上 是求极限 实际应用的时候 也不可能有极限 极限什么 无限次下去 不可能 那么算到某一时刻 就要停了 就不做了 那么你 什么时候不做了 就是误差 达到要求了 这个要求是 你设定的 你规定 这个误差 不能超过多少 你看 这个误差 降得很慢 算很久的误差 都会很大 看没有 算很久很久 就是收敛速度太慢了 甚至一次算到最后 都达不到误差 要求 我们都认为它不收敛 虽然你理论推导上 出来 极限 对的 收敛 但是收敛速度太慢了 最后我们实际应用的时候 认为它不收敛 不能用了 那么叫实际科技 就在里面 我们说不能用 不能求解 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你看 设计方法 不错 你看这个颜色比较浅 误差 一下就降下来了 这才迭代20次 这种误差 满足要求了 这个误差一定很小了 可以了 这就是高效的算法 高效算法和那个 不高效的算法的区别在 你要再算了一下 误差很小了 就算出来了 你得一直算下去 算几天 好多天 可能还是那个样子 误差还打不了 那我们就认为它不能用了 所以要研究高效算法 就这个道理 好 最后我们结束语 今天短短的这几十分钟 我们已经发现了 为什么 这么重视现代方式 第二 我们 根本还不能很好的解 现代方式 同时它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科学工程计算的 一个很前缘的 你看不见 你马上进入前缘了 很前缘的 核心的基础问题之一 你必须要解决好它 你要做研究 那么 同时它还是什么 体现一个国家的 技术研究水平 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国际上对超级计算机 进行排名的测试的标准 有什么标准呢 那就 来 相同进度下 你来减我们大规模现代方式 看谁算了快 不知道对国家的计算机 好不好排名 那你同样的算法 同样的进度 来 你来算 可见它的重要性 这都成为测试的一个东西的标准 同时 现在不是大家讲的大数据时代 实际上 你看哪些讲的标题 这些大数据时代的 这些前缘的问题 里面都是我们现代数 或者取胜的计算问题 所以它是我们 涉及到我们大数据计算的 若干中央领域 好 我想通过 这一点时间 有些问题解决了 我们的迷惑解决了 同时对于前缘的问题 或者说有意思的应用的问题 有所知道了 我想 达到这个目的 就可以了 好 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